欢迎来到一花一世界 这一期我们聊聊佛珠和情人类的牵插技巧 把它们作为吊盆的时候 它们会存下来很长 非常的优雅 在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装饰效果 是很漂亮的绿植 到园艺商店先考察一下 有好多品种 看得我心里痒痒 但是价格不菲 好 去朋友家要一小段 准备自己培养 把土弄湿了 那佛珠盘好放里边就行了 好 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剪成一段一段这样插 也可以剪成一段一段这样插 一段一段这样插 但是我更喜欢这样 这样又快又多 把这种小铁丝把它别上 ap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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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铁丝把它别上 固定上 这个也是 这是新长出来的 这个也是新长出来的 不想在里头待了 只望会串 太好了 看 咱们这么多了 佛珠佛珠 很快 挺好的 滴浪刀的挺好玩的吧 再尝点就好了 会的 很快 看里头都会有 小飞鱼还 急了 什么飞鱼 先喝 先喝极了 你看 这串出好多小子了 已经 这一串108克 这真正的佛珠 这超过108克 加一块超过的 你看 要就每一串都得108克 都会的 等着吧 好嘞 看看 摆在这多漂亮 我们下一个 牵插情人类 然后我们先剪一点这个 我们回家牵插一下 看 它都有7根 剪一点能 插出好多枝来 牵插了土 我掺了点椰糠 你要是这么一根根插呢 只出来一条 你要横铺在土面上呢 就出来很多条 所以 这是一个小技巧 好 我把晾了几个小时的情人类 给它铺上 它很多气根 我把铺上的黑衣 拿起来 再钓上 一锅 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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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基本上就铺满了 它上面再薄薄的撒上一层千插土 好,慢慢等它找根长大 因为涂有点潮,我就暂时不浇水了 已经长得很长了 非常好 这个也传出了好的东西 非常容易 千插 看这根很健康 我要把它换一个大点的盆漏 这个也要换盆漏 它的根好壮,好多,没有土了 好,现在给它们都换到一起,整一块大的 好漂亮啊 好吧,慢慢长吧 刚换了,很好土 看看这个情人类 我已经发展了很多,长得很好 看看开的小白花 这个是好看,开的小黄花 已经做成了水帘洞了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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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